孟德海并不知道蟒村越区向市里报告的事 认为蟒村敢这样做一定是背后有人撑腰 在场的赵立东听完后神色紧张 等孟德海一走 赵立东就向李书记抱怨孟德海 认为对方在阴阳怪气指责自己 李书记劝赵立东就不要管孟德海那边了 蟒村的项目由孟德海接手 赵立东回去便断绝了与李友天的来往 并让秘书查一下是谁在调查他 李友天欺骗村民 见度假村的事暴露后 遭村民围堵 他给上面的人打电话 可是对方完全不接 知道自己这回没有后台了 便蹲在屋前大哭了起来 马秘书交给李响一份资料 里面是市政府研究室谭思言的详细信息 此人写了不少关于赵立东的举报材料 所以让李响去处理一下 李响虽不情愿但还是答应下来了 当诚诚准备离开建工集团大门的时候 遇见了等待已久的李鸿伟 李鸿伟想拉诚诚一起对付高企强 于是二人一拍即合 随后李鸿伟带着诚诚和一帮兄弟喝酒 期间李鸿伟拿出了一包小药丸给诚诚 诚诚见后十分震惊 并且还对他动手动脚 让诚诚更敢气愤随即离去 李响开车拦下了上班的谭思言 直接将对方靠走带到一个废弃工厂 给对方乱用私刑 喊救命 谭思言质问李响自己没有犯法 为什么要抓他 当李响说出举报材料的时候 他才知道是赵立东派来的 十分生气 可他不知道的是李响这样做的目的 是就想确定谭思言是真的想举报赵立东 而不是赵立东派来试探李响的 在确认谭思言是正义这边的时候 李响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正目的 于是二人便合作起来 决定一起搜集赵立东的腐败罪证 现在由你提供的这些材料 上级部门一定会重视起来 千万要行事 要是赵立东知道了 他肯定还会找别人来解决你 你别只把别人能像我一样帮过你 诚诚在离开金海之前 交给了安心一支录音笔 以及从李洪伟那里用来的小雕丸 这证据够你们动手了吧 于是安心立马找到禁毒队长杨健 一同前往李洪伟家里 在他家的墙上发现了大量孟玉的照片 安心看后十分震惊 杨健觉得事情并不简单 立刻通知了孟德海 果然孟玉被绑架了 郭局得知情况立马制定解救计划 让警局全员帮助孟德海寻找女儿 在警方的多方侦查和打探下 安心得知孟玉失踪 是因为在跟踪毒品犯罪团伙的时候 排出的事 他最说明是孟玉 在跟踪犯罪团伙的时候 被人发现了